那下面呢我再来设置其他的一个策略吧 其实啊设置其他策略相当于什么 也是相当于咱们就是不人为的指定一个迭代次数了 咱们就要看看经过多少次迭代 它能够达到你的一个预值 比如说这里呢我指定了一个预值 相当于是我看一下我的一个损失函数 相当或者是目标函数 如果说好的目标函数 它的一个预值两次更新之间小于这么小的一个值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发生变化了 我们才进行停止 设置率还是一个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看 原来能达到多少 原来是能达到0.63几经过5000次 那现在迭代多少次啊 现在当你指定了这个策略之后 我的一个迭代次数啊 达到了接近那么11万次吧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的一个结果跟之前比怎么样 要比之前好一些吧 原来是一个0.63几 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不到0.4啊 大概是0.3几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当前啊 当我们只改变了一种迭代策略的时候 其实改变迭代策略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咱们不手动指定咱们要迭代多少次 而是通过让它自己去算 一旦满足要求就停止下来 那这样迭代次数啊 通常都是稍微多一些的 咱们迭代了这么11万次 然后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算出来啊 它最终的一个靠字的值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看一下时间吧 时间啊 画多少钱 24秒多啊 也就是说 为什么画24秒多啊 因为现在虽然说还是对所有的样本 但是你换了一个迭代的一个方案 换了一种停止策略啊 相当于是你多迭代了很多次 迭代次数越多啊 咱们耗时是越大的 机会上是原来的20多倍的一个样子 迭代次数啊 也基本上是这样原来20多倍 所以说时间啊 也是会成的一个是正比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吧 这里就是说 刚才是不是咱们看了一个基于目标函数啊 但还有一种策略啊 是不是基于我的一个损失值 基于我的一个剔度值啊 咱们看 就是当我剔度值 小一个预值的时候 我还让进行停止 同样的这个实验啊 咱们还是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结果 只迭代了一个 到了一个 大概是一个 个是百千万啊 四万次 四万次的结果 显然是没有十一万次好吧 所以说 当咱们进行一个画图展示的时候啊 不要被我的一个结果所蒙蔽了 咱们来看 什么叫蒙蔽了 在我们刚才看低幅图的时候 是不是说 哎 我好像迭代个五千次就完事了 就不需要往下迭代了 因为五千次 四千次 甚至三千次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接近个收敛了 不会发生一个变化了 但是实际上呢 当我们再进行一个 再进行十一万次迭代的时候 是不是说 它还会往下进行收敛啊 这个也就是说 当我们进行画图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多做一些次 即便它消耗一些时间 但是呢 没准啊 它的结果确实会得到一个提升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结果啊 在这个迭代次数上 所以说啊 其实最影响最终结果是什么啊 就是你迭代次数嘛 迭代次数啊 咱们通常情况下让它多一些 大不了最终就趋油宝盒嘛 趋油宝盒也没关系 但是通常咱们先让它大一些 然后呢 刚才啊 对比了几种咱们的一个停止策略 下面呢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不同的咱们的一个梯度下降的一个方法 在我不同的一个梯度下降方法当中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是不是说 哎 这块我有的是一个 还乱译三跑吧 这块传进来一个一 传进来一个一 什么意思啊 一啊 就代表着当前我们是迭代几个样本 我只迭代这么一个样本 在我迭代一个样本的过程当中啊 是不是说 每次只迭代一个 每次只迭代一个 那最明显的后果是什么 最明显的后果 这个图给咱们呈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 每次迭代啊 它都是不稳定的吧 可能来回穿呢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 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说 我们迭代现在非常的不稳定 非常的不平衡 发生了这种现象 我们就是说啊 这个模型不会收脸的啊 你看 它的损失值 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跳得非常厉害啊 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咱们来想 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改变呢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改变一下 我当前的随机剃头下降 那现在我迭代了个5000次啊 这个效果不好 然后 但时间非常快啊 只需要0.42秒 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看一下就是 可能啊 是不是当前SGD 它的学习率太大了 一次更新太多了 我再把学习率调小一些 一次让它少更新一些呢 咱们再来看 当我啊 把我的一个结果进行改变 我把学习率调小 并且呢 把的一个叠次数增多的一些时候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啊 结果发生了一个变化吧 原来啊 是忽上忽下的 现在呢 已经接近于一个收脸了 但是收脸效果好不好啊 收脸的还是比较低吧 大概是0.63几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得到的结果 也不见得是那么好的 咱们得到了当前的一个 随机体度下降的结果 随机体度下降 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上下的进行 咱们一系列的一个浮动 进行了这样一个一系列浮动之后啊 我们改小学习率 好像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最终收脸结果 还是不是那么好 那下面呢 咱们再来看 当我基于一个minibatch 再进行一个迭代的时候 它会不会好一些呢 minibatch啊 这块原来是100 后来改成1 现在我改成一个16 咱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给它改成一个16之后啊 是不是说一次迭代 我拿16个样本去做呀 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同样的 这个时候啊 就是我还是同样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一个结果 我还是会得到 咱们同样的一个值 对于我的一个值啊 我还是可以得到 最终我的一个迭代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cost的值 它的一个变化 但是现在又发生了 咱们的一个问题 当我指定成了一个minibatch的时候 指定成16 学习率看起来也比较小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有一些问题啊 也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该怎么解决呢 学习率再挑小一些吗 这回啊 我们不把学习率再挑小了 我换一种方案 现在minibatch是不是也浮动啊 那我换一种方案 这里呢 我们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标准化 数据的一个标准化 咱们之后啊 会有一个专题来给大家讲 咱们先啊 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等之后呢 咱们再来专门的去说一下 这个数据标准化 等下一课 下一课 下一课的时候 咱们专独说一下 怎么样用sklearn建模 以及怎么样用sklearn做一个数据处理 这块呢 我们只是简单看一下 其实呢 就相当于是 对我的一个数据进行减均值 再除上它的一个标准差 做了这样一个事 说白了 让数据的一个均值在0啊 就是方差在1 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做完之后的一个结果呢 咱们再来看 这个等咱们讲那个案例的时候啊 咱们讲sklearn的时候 一起去说这个sklearn当中的一些用法 那做完标准化 它之后的一个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原来不收敛 现在收敛了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一个数据来了之后 如果发生一些浮动 咱们先在哪找 现在下手啊 先在数据层面上下手 看一下我对数据啊 做一系列改变之后 能不能使得我结果发生一个提升 先改数据 再改模型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套路 然后呢 看一下 当我做了一个预处理之后 相当于是一个基本预处理 原则的数据啊 能够达到0261了吧 然后呢 原来是0261最开始的时候 现在呢 我能得到一个0238啊 也就是说 数据处理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到时候再专门去说 这个数据处理这个问题 后续啊 还是做一些改变啊 就是还是使得 我们的迭代次数更多 当我迭代次数更多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的一个结果 会越好啊 现在最小的一个值是什么 现在是0.38吧 然后呢 我基于一个迭代次数的时候 现在达到一个0.2级 咱们的效果就更好了 最后呢 最后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就是后面 就是后面简单看一下吧 就是我用一个minibach等于16的 并且 咱们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迭代次数 是比较少的情况下 在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来看 迭代次数只需要4000次 在这么少的情况下 在较小的一个学习率 并且呢 咱们用了一个处理 预处理后的一个数据 咱们得到的结果怎么样 都结果还是不错的吧 也就是说啊 当咱们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 TU下降的时候 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先对数据做预处理 然后呢 基于不同的方案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尝试 哪个方案 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我们用哪个 但是现在呢 我们已经得到结果什么 我们用minibach 其实上来说啊 它是最合适的 因为minibach啊 无论是从时间 还是从结果上 它都会使得最终的一个结果 它的一个精度值 都是偏高的 不是精度值 就是我们刚才说啊 下降的结果 都是比较合适的 这就是当前的一个结果 然后最后啊 最后我们是不是 对比了这么多种方案啊 对比了这么多种方案之后啊 然后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呗 相当于是个精度啊 精度啊 我们就要进行做一个 就是设置了 就是咱们刚才啊 不是说我的逻辑回归 得到的是一个概率值吗 对于概率值来说啊 我现在想得到的是一个类别值 那怎么样把我的一个 怎么样把我的一个 就是概率值转换成一个类别值呢 就是说把我的一个概率 然后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说他大于0.5或者大于0.6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1 小于0.5或者小于0.6 认为他是0 这个预值啊 你可以自己指定 在这里呢 我给他指定成0.5 也就是说一个概率 他大于0.5 认为这个人能被录取 小于0.5认为这个人 他不能被录取啊 就是这个含义 那最后啊 就是我可以算一下 我的一个精度呗 我的一个预测值 有了之后 我算一个 咱们的一个精度 算精度啊 就是说在当前数据当中 你对了多少个 错了多少个 100个数据当中 我算了一下 一共我预测对了89个 所以说我最终啊 它的一个结果 就是等于89% 这就是我通过一个贴通下降 通过逻辑回归 最终算出来了 我的一个精度 是等于89%的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案例 咱们的一个逻辑回归 在逻辑回归当中啊 在大家概述一遍 我们怎么做的 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长什么样子 然后在数据当中 加了一列吧 加了一列都是1的 然后按照我这样一个流程 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每一个模块 并且呢 对比了不同提区的下降 它的一个策略 这就是从零开始啊 怎么样用python进行一个实验啊 完成了咱们的提速下降 并且把提速下降 应用到我们这个逻辑回归当中 最终呢 得出来了一个结果 结果啊 最终得到的一个精度啊 其实指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做 我们在这里啊 其实要完善的东西啊 还是有蛮多的 那这个就给大家讲的 怎么样啊 咱们完成一个逻辑回归 提速下降 并且进行一个对比的实验 对比的实验啊 对比的实验啊 感谢观看